小雯 医生 医生 这怎么回事 怎么小雯她刚睡醒 马上又昏睡过去了 这 上次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从检查结果上来看呢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个脑袋受伤这种事吧 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 也可能内部受到什么损伤 一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 那她现在语无伦次 会不会持续很久 会不会很严重 这个 我还真不好回答你 只能慢慢观察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最严重的情况会怎么样 最坏嘛 可能她一辈子就这样子 于无伦次 神志不清吧 李翔 你别这样了 李翔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对小雯 老天爷 如果你认为我跟大哥的官司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报应在我身上 你不要让我们家孝文这样 你们不要这么哭哭啼啼的 妈也没说不管孝文 就对害我 赶紧的 我们现在离开 把孝文寄回家 走 妈 妈 妈 我之前真的认为 肖文是很健康的 所以才答应她 暂时留下来 让你们祖孙 可以长长相聚 但是她现在病得 这么严重 我们做父母 必须要时时刻刻 陪在她身边的 妈 病得严重更不能走 病得这么重 搬来搬去 病不是更严重了吗 怎么办 那就这样吧 你们两个也搬回了住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妈 这事行不通 我不想再跟大哥 有任何的冲突 不要再说你大哥了 过几天 她连你是谁都不认识了 慢慢地 连我这个亲妈也不认识了 老天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们成家遭了什么孽呀 妈 这事 我觉得还是好好商量一下 再 不用商量了 就这么定了 要是有什么事 就算在我老太太头上 还不赶快去拿行李 快去呀 小文哪 你别让奶奶担心了 小文哪 陈先生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我们要赶快去拿行李 苏姨 那我们三点钟在五福楼见好不好 好 走 月亮 一会儿他要是来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跟 一切都交给我 我会把他摆平的 月亮 程先生啊 坐 月亮 有事就快点说 二叔呢还约了一个 很有名的中医 想去问他孝文的情况 你说孝文哪 他怎么就 你走吧 你不是说有事 要叫我过来商量的吗 我警告你呀 你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对你不客气 月亮你乖 坐下吧别那么辛苦了 好不好 坐下坐下坐下 二叔说你呀能不能讲点 让人家听得懂人话 好不好 明明是你有事要叫我过来 现在又叫我马上走 还是要对我不客气 我 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我 我的意思是 程先生 月亮的意思就是让你 不要再搬回程家 对 老天爷为什么老是 这么厚待的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弄得里外不是人 他才肯罢手呢 当初我真的不愿意搬回程家 可是我的妈妈又骂我 你看看你 你的儿子都病了 不在身边照顾他 你这是什么父亲 现在我听了话乖乖地搬回去 又被你们恐吓 还说对我不客气 我没时间陪你们玩 你们一家三口根本就是在演戏 演戏 演什么戏啊 你没看到吗 我还是像我都已经病到说话的语无伦次 他还能演什么戏啊 要说到这儿啊 我真的要说两句 你们三个里面啊 还就是他的演技最烂 他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居然还偷偷偷地睁开眼睛偷瞄呢 还有啊 就是奶奶让你们重新搬回我们家住 他居然都忍不住嘴角都笑啊 要换作是我呀 我一定把每一场戏的剧本 都好好地研究过 然后反复地排练才能上啊 对 对吧 你胡说什么呢 月亮 你是医生吗 你是医生吗 连医生都说了 像我很可能这辈子说话都这么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你知道吗 医生也说了 他看了检查报告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俩是不是冷血动物啊 你堂弟都病得这么严重了 你 程月亮 凭什么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呢 你怀疑他 我还怀疑你 我看你的表情也有问题 我甚至还怀疑你是不是 程亦菲的亲生儿子 我是 是个屁 你那些表情跟程亦菲一点都不像 你看看他生了四个子女啊 有哪个像你这样脑子不正常 人家个个都聪明伶伶就是你 我真想 好 程亦祥 你到底答不答应离开程家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程亦祥 现在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我离不离开程家 他居然引来这么多闲杂人等的注意啊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把你干过的所有坏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程老太太 我干过什么坏事啊 没有 我程亦祥做人做事 绝对对得起天地良心 你不要诬险我 你不要诬险我 那你专门查我家地址 带那个日本鬼子来强暴我 这些事 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灵灵 不要说这些呀 灵灵 咱们还是先走吧 我没事 程亦祥 我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如果明天你还不带着那个什么孝文 离开程家的话 后果你自己会知道 我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 不信你就是了 放你个屁 有本事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 你现在就行 你到处让 说你被日本鬼强奸过 我看你个女孩家怎么出去做人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没名誉没地位 没个家人也没丈夫 我有什么好顾忌 我有的只是两个最好的朋友 为了他们 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好 不 今天算你厉害 我回去 马上带孝文离开 反正我也不稀罕 待在那个破家里 等一下 好好找个礼物 别再让程老太太难受了 撒谎演戏可是你最拿手的 不用我教你吧 你怎么把那件事拿出来说啊 你以为我想说吗 对付这种赖屁狗 不用这种方法怎么能把她赶走啊 你干吗一直那样看着我啊 高灵灵啊 你刚才 这个好潇洒啊 很厉害啊 我都开始崇拜你了 是吗 我对付坏人可是有一套啊 对啊对啊 你本来就是坏人嘛 喂 我帮了你 你还这么说我 你怎么说话呢 不看了 有没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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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看程老板吧 程老板不是说想我们了吗 我 我不太方便见程老板吧 没关系 爸呀现在脑子什么都记不得 哪还记得以前的事啊 我们回去吧 顺便看一看那个赖屁狗 有没有真正地离开 苏姨 苏姨啊 那个 赶紧把行李收拾收拾 我们带萧文回家吧 又发什么神经啊 妈 不 程老太太 现在的我们不走不行啊 但是我答应你 会经常带萧文回来看你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让你收拾行李 你就赶紧收拾 别再问长问短 我只能跟你说 现在我们再不走 就连人都算不上 萧文 来 走 医生吩咐过的 萧文只能躺着 不能乱动 萧文 爸爸背你回去 你 你 这 萧文 萧文 你放下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 对不住了吗 对不住了吗 冯明 麻烦你把我们家行李给送回去 我 我 儿子 爸给你回去 萧文 萧文 萧兴 你放下来 你放下放下 放下来 放下来 你又头晕了 萧文 来来来 你又怎么了 坐下 坐这儿 他都回头啊 萧文 你看看爸爸看看 你怎么回事 奶奶 你就让他们走吧 月圆 你快把他扶回房间去好吗 谢谢妈 不用了 就请您给我们留点面子 让我们三个人离开吧 大哥的五个子女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月亮 而月亮以前也对我很好 可是现在居然连他都要赶我走 可见在这个家里 是真的留不下我们三个人 月亮 你是不是对你二叔说过些什么呀 就 就是我跟他们说的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走的 你 他们一家人都在演戏 什么 月亮 如果你让我走 我可以马上消失在你们眼前 但是你怎么可以 连和外人来污蔑我呢 我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就是一条落水狗 随便你说什么 外人都会相信 很可能我走在街上 就被人用石头砸死 鸣与扫地 已经让我很心痛 可是你现在居然要我的命 我跟你父亲是有些过节 只是我不明白 我跟你之间 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 我去找爸 我 我去来找我爸让你走 我看你走不走 我看你走不走 月亮 你 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啊 什么被石头砸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呀 就是她 是 就是这个女人 她刚才还威胁我 说明天早上之前 如果不带着孝文 不带着苏伊 离开成江 她就要马上到街上 告诉别人 说什么 我特意查她家地址 还带了一个日本鬼子去 去强奸她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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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做过这种事情 我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被人强暴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月亮 因为你想讨好那个日本人 所以你才这么做的 你说话要真凭实据 我现在只简单问你一句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好 亲眼看见 我跟那个日本鬼子去找你 咱们走吧 我是没有亲眼看见你 快 但是我在里面听到了你的声音 亏你说得出口 原来你没有亲眼看见过我 但是你光凭声音 就一口咬定是我 就是你 当时我明明有机会逃跑 是你拉着门不让我走的 你的声音我到死都记得寂静了 你住住 和我生意相似的人 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不是要把他们 全部都抓来呢 程郎太太 这件事是真的 那个日本人叫村上 就是那个少尉 你说那个日本鬼叫什么名字 叫村上 村上少尉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在哪里 不如这样 现在我们所有人 一起到县民部 找村上少尉的日本鬼子对质 走 走 走啊 行 行 行 别傻了 还敢去人这本鬼子啊 你去不去 你不去就代表你冤枉我去不去 走啊 去不去 大不了 走 走啊 别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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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赶走吧 我成一场赶走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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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好 我爸爸 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那 小枫 快把孝文谷进去 你在吵什么 吵什么 那么大声干什么 吵什么 一飞 没事没事 你快回房休息吧 方平 扶他上去 快 陈一响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再踏进我们陈家一步 你听不懂我的话是不是 一飞啊 你回去休息吧 你别管了 是我让他们来的 你竟然来干什么 爸 很多事情你都忘了 但那是我的话 你是不是相信的 当然 那就好了 有一天晚上 高玲玲回家去 一开门 就一个日本人冲进来 然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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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跟他在一起啊 没有 现在没有 那就好 千万别黏上这女人 这个女人啊 没有一句说的是真话 爸 你 滚 爸 程老板 他这次是真的 滚 滚 他没拉网 他这次是为了咱们家好 才说的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他为了博取你的同情 居然说他被强暴 这种话他都说了出来 他坏了他 他也是为了我们好 程老板 滚 滚 滚 走 爸 程老板 对不起 高玲玲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你滚 滚 你滚 对不起 高玲玲 我还有什么天大的事呢 我去休息了 来来来来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休息吧 高玲玲 原来你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这一个女孩子家的 总把被人强奸这种话挂在嘴上 别说了 还有羞耻心吗 对不起高玲玲 别说了 别说了 高玲玲 玲玲 高玲玲 原来老天爷真的是睁着眼睛 在上面看着人家做人做事 刚刚我都被 那个女人冤枉的五脏六腑像是被火烧的一样 大哥就及时下来帮我伸冤 帮了我一把 看到没有 这就是做坏事的下场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么多 你看晓雯脸色惨白 你还不赶快扶他回房休息你 好好好 来来来 晓雯 小心 晓雯 来来来来 晓雯 晓雯 你别哭了 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没事 我们陪着你吧 让我们陪着你啊 你们走吧 让我一个人进一进行不行啊 你想在这儿待多久 我们都陪着你 桂花香 你有纸和笔吗 我想再给爸写一段话 好 好 你说 第三十七也第二十一行 爸 你真的是个老糊涂 我真的很讨厌你 我这辈子最感激的 除了蓝妈妈 就是桂花香还有高玲玲了 书上说 像我有这种病的人 是不容易找到朋友的 但是现在我有两个 可你却那么傻地伤害了我的朋友 你想想如果换作是你 别人伤害了蓝妈妈 你会怎么样呢 你 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 爸 我觉得我有这两个朋友 真的很幸运 为了自己的朋友 把自己的伤疤都记录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段 你想加什么 我帮你写 对啊 就算你要骂爸 我也帮你写进去 我要这么写 爸 其实我跟你一样糊涂 明明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很多 我还非要跟桂花香在一起 写行行 我帮你写 明明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 明明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 明明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一点点 不对啊 不对啊 她刚才说的是 高凌凌比桂花香漂亮要漂亮很多 你现在 怎么记性这么差了 都快赶上爸了你 你娘 月亮 你们说 我是不是很难看啊 没有啊 不是啊 我跟你讲 其实啊 那还是桂花香比你好看吧 不过就真的只有一点点 我刚刚看到陈银翔撒谎 心里都恨死了 是 我在想 我以前 是不是也是这副嘴面啊 都过去了 别想了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愿意去想 但我一想起来 我就很难受 你自己的心里 你就把那天晚上当成一个噩梦 别去想他 很快就会过去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不是想那天晚上 我是在想 你们总有一天会结婚 总有一天会有孩子 你们总有一天会忘记我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是真的 等你当了妈妈的时候 你哪里还会想起我呀 不会的 是朋友 就一辈子是朋友 真的吗 当然了 你看 爸 我 我要你跟高玲玲道歉 她是一个女孩子 她说说这种话俩是需要勇气的 爸 他这么帮助我们成家 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他呢 爸 我 我只是让你道歉而已 你 你怎么啦 爸 你给我写的这些东西 我看了好多遍 你 前前后后一直在看 我把唐燃对我们成家 对我成一飞做的事情 我都用红笔把它给画下来 你看 你看有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我妨害我 都不对我 这上面说 我只能活两年 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 我还是活两年就好了 大家都会羡慕我 陈与飞 有个这么好的知己 我到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爸 爸 月亮 现在 把很多事情 都记不清楚了 但我只记得你蓝茫茫的样子 我一天想着 想着什么时候回来 我甚至还是想去找他 怎会变成这样子 怎么捧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啊 还跟你们年轻人一样 都在相思 而且这个相思对象 竟然是我好兄弟的老婆 想他救我心了 爸我去给蓝妈妈写封信 不要不要 给他留点面子 这事千万别让你蓝妈妈知道 但是不说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要跟他说的 程翔已经回到我们程家了 还不说不说 不说这些 别去烦他 你去拿纸盒笔来 爸说一句 写一句 的话 我在 不要你暂时替我讲连行 虽然对于门号不利 又跟他平衡 把他给开了 你不单单只抢了人家的账 连人家的儿子都想自己一个人霸占 滚 月亮 从今天起 你要远远地离开这个狐狸境 我的想法 这就是让你们假结婚 他要是嫁给了你 他在外面表面上他就是陈三太太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管银行 在家里他也可以保护我们五个孩子 对不对 做人不可以那么自私 你跟你说 这样你才死得不到几个月 你让他干一家 这黑锅他也背到底的呀 他以后他怎么见人啊他 陈大哥 月亮说得对 如果这个办法 真的能帮到成家帮到银行 我愿意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喜事 我跟唐南 我们准备结婚 恭喜爸 不许拦截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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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义妃呢 义妃睡着了 不过我发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 哎呦 密密麻麻的这么多字 来 念念 这个是月亮写给依妃的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蓝妈妈既能保护我们 又能够保住银行 所以 我就让爸 跟蓝妈妈假结婚 什么 义妃和唐蓝 是一对假夫妻 假夫妻 爸 我觉得你特别可怜 当你爱上了蓝妈妈 可是你又知道 刘川一没有死 就努力地想要他们重新在一起 这都是装出来的 王小联 王小联 我倒要想知道一下 我们这么大个家 还有什么天大的秘密 我不知道 你 妈 月亮就写到这儿 这是我趁着义妃睡着的时候 偷偷拿出来的 要是让她发现了 麻烦可就大了 那怎么办呢 妈 你先别着急 我看这样 我先把她放回去 这义妃也不可能 天天揣在身上呀 我找机会 就多看几眼 然后每天都来告诉你 我看到的是什么 行行行 好好 那 那也就这样了 放回去吧 好 你 好 风萍啊 好 这件事事关重大 千万 千万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求我们俩个知道 好 妈 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呀 我才说你这人胸无大志 一会儿让我偷点古董出来 一会儿又让我偷三五百万就走人 你看 现在机会不就来了 你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 每天都讲点内容给那老太婆听 至于什么内容嘛 我想说什么 就说点什么 你也帮我想想 总之呢 让那个老太婆一听到唐岚的名字 就想杀了她 对 让我好好想想 来 喝杯水 封平 要不要和程艺祥商量一下 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 你说你吧 就是做人老实 这一辈子都改不了了 谁跟她是一条船上的人 她要是对我们有利 我们就暂且配合她一下 她要是对我们不利 就一脚踢开她 我 само行的 因为ホ认有绑 不错 我认识 就是不赖子 也不用擔心 但是我认识 那么你不赖子 就是不赖子 但是我们和白鸟 现在进行 也没什么事 还说 丽妃出院了 伤口不怎么疼了 就是记性没那么好了 这就好 阿兰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最近啊 日本鬼子 连续吃了几场败仗 我估计 我们可以很快进来 承担个疼吗 不对 这封信不是月亮写的 这 这是月亮的笔迹 我是说 这封信的内容 不是月亮写的 这倒是有点像 依妃的口气 你的意思是 承家可能出事了 月亮的笔迹 月亮的笔迹 你也不想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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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了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我跟各位亮晾 tar拾放一下 主持人 张 zabli 3 感谢观看